关于这个细说密教完整的仪轨 跟这个录影带 这个西雅图雷藏寺 它本身是有这个Share 有Share 这个是很重要的 大家能够从这个录影带跟书中 能够体会到这个修法的这个新药跟口诀 这个都是前人跟我本人 很仔细在修法的过程当中 领会出来的新药口诀 你能够知道这些新药口诀的话 你很快就能够进入状况 否则你要摸索 摸索真正的修法的过程的话 那又要发挥了很多年的时间 那现在呢 在真正的这个层次里面呢 在真正的这个层次里面呢 有释迦行法 释迦行法 有上师相应法 上师相应法 有本尊法 有宝贵器法 有宝贵器法 有浊佛法 有浊佛法 有明典法 还有无漏法 另外还有金刚拳法 再上去呢 有这个金刚法 有无上密 最后呢是大研满法 这是一个修法的这个层次 从这个基础开始 一直到圆满 这是真佛密法本身修法的这个层次 那么外法的方为什么是释迦行法呢 释迦行法可以讲 就是你进入密教以后 你的基础 也就是这个做大礼拜啊 做大供养啊 念世归咒啊 修金刚心菩萨 这四个法叫做释迦行法 可以讲是密教本身的基础 好像你做这个大礼拜 你要做十万遍的大礼拜 十万遍的大礼拜 每天这样子做啊 一万遍两万遍这样子加起来 加到十万遍的大礼拜 做大礼拜 也可以练自己的身体 做大供养 表示你的这个迁进 对佛菩萨本身啊 金刚护法的迁进 做大供养法 要做多少谈 十万 十万谈的大供养 那同样的念四归一咒 是兼顾你啊 这个跟上师佛法身 南无古佩 南无佛达 南无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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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念这个四归一咒 的意义就是说 你自己本身跟上师佛法身 之间是合一的 你经常在做一种归一 念四归一咒 这是一种 也是一种信心的 一种坚固的一个方法 念金刚心菩萨法 是做忏悔 跟他的意义很深的 这个是四加行 四加行呢 四加行法是密教的基础 再来呢 你修上师相应法 就是跟上师本身的瑜伽 上师瑜伽 跟上师合一的方法 跟你的根本上师合一的方法 再来是修本尊法 就是跟自己的本尊合一的方法 那么刚才所讲的 都是外法 所以那个我们讲 这个密教修行的仪轨 就是在讲 可以讲是修四加行 上师相应本尊 再来进去的话 就属于内法的范围 内法范围 修宝平气 就是内法的范围 在你的身体里面 把你身体的生命元素 给它放行 就是着佛 着佛法 你由着佛法 可以修出你金刚无肉 修出你本身的明点 你身体的明点法 明点法 着佛法 跟这个无肉法 三则是合一的 那么在外呢 你要修金刚拳 金刚拳 本身来讲起来 是属于 你身体的方法 配合你里面的着佛 内是着佛 外是金刚拳 那么这个是可以讲 是以身体的倒影 跟你内在的生命颜色 互相合修的方法 这个就是内法 再来修这个金刚法 这个有五大金刚法 八大明王法 再进去修无上密 无上密是修空跟热 能够双印的一个方法 是属于无上密布 无上密布本身在延长 就是大研满法 就是大研满法 那么大研满法 可以讲说 你已经修到了 这个佛如来的这个果位 所以这个修法的程序 释迦行 上师相应 本尊 宝平器 着佛 无肉 明点 金刚拳 金刚法 无上密 大研满 这个 真佛密法里面 这个完全的 这一种层次的 这个修法 这样子 排列 排列成这一种 这个 从基础 一直到大研满的 一个修行的 这个 程序 那你能够了解 修法的仪轨 又知道 他的这个 修行的这个 程序 懂得灌顶 懂得这个 初灌 二灌 三灌 四灌 初灌 就是外法 二灌 就是内法 三灌 就是无上密 四灌 就是大研满 那密教的 这个程序 你几乎 通通都了解 那么你 深入里面 你就要真正 实际上去修 这个就是密教 很完整的 一个修行的 一个层次 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完全很细密的 密教法的 应该讲起来 都是真正的金刚上司 今天 卢诗尊 对于修法本身来讲起来 这个密教的 完整的仪轨 跟修法的整个层次 我都是经历过的 我都是已经完全经历过 所以我了解 这种修法的这个层次 我了解 从基础 一直到大研满 所以应该讲起来 是真正有法的法师 真正能够得上 无上正等正觉的上司 这是真正的 大雌鸣金刚上司 这个能够知法 修法 实修 而开悟的 事实上也是难能可归 今天就谈到这里 阿玛丽本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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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玛丽本尼佛